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在網路上看過了很多AMD Ryzen 7000系列處理器大大小小的評測了吧 那處理器要挑哪一顆大家應該也多多少少都有了解了 但這次主機版,除了常規升級的X670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X6701,那到底要怎麼挑,等等就用三張主機版來告訴你 如果是想看評測的朋友也別急著走開 因為我剛好從路邊撿到了一顆R57600X 那這顆應該是屬於最多人可以負擔的價位帶 我會稍微測試一下然後給大家看看跑分 然後再和大家說說我對於這次AMD 7000系列的看法 這次AMD在外觀上有著極大的變化 然後也全面支援了DDR5還有PCIe 5.0 那究竟性能上能有多少提升實在是令人蠻期待的 這次我一共有三張X670和X6701的主機版 我會一一的向大家介紹 我只能說每一張都是有它的特色 那在這邊我直接跟各位收個影片的結論 今年的AMD主機版比CPU還要有看頭 首先看到第一張是技嘉的X670 Aorus Elite AX 這張是技嘉所推出X670系列主機版之中 定位在中高端的產品 萬元有早的售價然後卻有16加2加2項供電 幾乎是同價位產品之中供電最豐富的 顯卡的卡榫還有往旁邊做稍微大偏一點 在拆顯卡的時候手就不用凹到顯卡底下去按 還要順便練習柔軟度 主機版上一共有四個M2插槽 最上面的支援PCIe 5.0 其他的則為PCIe 4.0 那X670和X6701主要的差異在於 X6701至少要配備一個PCIe 5.0 x16的插槽 還有一個PCIe 5.0的M2插槽 那X270的話就看主機版廠商想要如何發揮 背部IO的部分有Wi-Fi 61 然後支援藍牙5.2 HDMI 2.0 然後四個USB 2.0 兩個USB 3.2 Gen1 兩個USB 3.2 Gen2 然後還有一個USB 3.2 Gen2 x2 Type-C 以及2.5G的網路孔 還有音訊插孔 應有盡有 如果要我給這張技嘉X670 AORUS Elite AX一個評價 那我的評價就是 加了用得到的 砍了用不到的 給的剛剛好 如果你的配單主機版預算差不多是一萬塊 那這張X670 AORUS Elite AX應該算是相當剛好的選擇 再來看到ASRock這張X6701 Steel Legend 他的外觀是這三張之中我最喜歡的 承襲了經典的雪地迷彩外觀 在雜亂中顯得內斂 在秩序中又顯得亮眼 俗話說 有錢人不一定要用最好的 但一定要用最貴的 電競玩家不一定要用最快的 但一定要用最帥的 這張ASRock X6701 Steel Legend就是又好又帥 16加2加一項供電 就算用到R9的CPU也沒有問題 IO的部分也很豐富 有HDMI和DP Wi-Fi 61 然後也支援藍牙5.2 四個USB 2.0 六個USB 3.2 Gen1 一個USB 3.2 Gen2 然後以及一個USB 3.2 Gen2 by 2 Type-C 他也是這三張板子之中 唯一有1加2.5G雙網卡的 搭配這個名叫Dragon的軟體 還可以制定網路的優先級 對於遊戲玩家來說是相當實用 像是打電腦打到一半爆屏 通常一定都會是噴一句 誰XX在給我載A片 切個畫面發現是Steam在自動更新 原來小丑竟是我自己 透過軟體調整優先級 然後打遊戲的話流量就不會突然被占走了 另外這張X6701 Steel Legend 還有附贈一個顯卡支架 估計是為了老黃那個RTX4090 離譜的體積所設計的 真是貼心 最後看到這張ASUS ROG Strix X6701 Gaming Wi-Fi 這張是從包裝拿到的時候 就覺得是三盒之中最重的 原來是因為裡面附贈了一條 長長的M2散熱裝甲 那它的重銅是也承載著我對它的期望 除了帥炸的外觀之外 規格也是真的豪華 18加二項的供電 然後兩個PCIe 5.0-116 都有做插槽的強化 第一個插槽還有設計按鈕快拆 超級方便 然後還有一個PCIe 4.0-116 然後四個M2插槽中 居然有三個是支援PCIe 5.0的 然後全都配備SSD快拆螺絲 包裝內還附了一個信仰顯卡支架 背部IO也可以說是全明星陣容 HDMI 2.1 DP 1.4 然後12個USB 3.2 Gen2 非常誇張 其中10個是Type-A 然後兩個是Type-C的 然後還有一個USB 3.2 Gen2 X2 Type-C 2.5G的網口 以及Wi-Fi 6E 總共來說這張 ASUS ROG Strix X670-E-E Gaming Wi-Fi 從外觀到細節都是對得起它的升價 如果你的預算是15000塊左右 完全可以考慮這張 講完了主機板 我們就來看看這顆R57600X的表現吧 那這次的測試平台 CPU主機板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水冷的話 這次我選用了目前市面上 最帥的360水冷之一 NZXT Z73 RGB 強大的散熱能力 然後加上它高貴的外觀 還配備這個2.4吋的LCD螢幕 完全就是電競玩家的夢幻異品吧 搭配NZXT自家的控制軟體 輕鬆就能讓燈光千變萬化 中間這個LCD螢幕還可以自訂圖片或是GIF檔 可玩性真的是超高 顯卡我就繼續沿用我這張 R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rinity 雖然說40系列的風聲已經越來越多 但是RTX 3090從客觀的角度來說 性能還是相當不錯的 之前我就有一部片是評測了RTX 3090 和它的好兄弟RTX 3080Ti的差異 大家可以去看看 而且現在RTX 3090也促銷的越來越兇 單論性能的話來說是真的蠻划算的 如果有需求的用戶還是可以考慮看看 記憶體這次是選用實權的Vulkan DDR5-5000的16Gx2 Vulkan系列在我看來一直都是實權為玩家 推出的高CP值選擇 那這次這組Vulkan DDR5-5200-16Gx2 它的XMP時序是CL40-40-476 雖然說是沒有支援AMD最新的EXP喔 但是直接使用這組XMP設定 在新的AMD-7000系列平台上運行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論是跑分還是燒機都相當穩定 如果沒有追求極致的效能 而是追求高CP值的朋友可以考慮看看 硬碟這次則是使用實權的T-Force Cadia A440 2T 速度幾乎是最頂的76900 整體的規格來說 應該是目前M2 PCIe 4.0 SSD之中數一數二的 不論你是電競還是專業用途都OK 除此之外 這組實權的T-Force Cadia A440內附兩組專利散熱片 那一組是鋁騎片式的 另一組則是招牌的石墨烯散熱片 使用者可以依據你自己的使用場景做選擇 看你是想要筆電升級 然後還是桌機再插一條硬碟也都相當合適 機殼電供就是大家熟悉的NZXT-H7以及NZXT-C1000電供套餐 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們之前的這部影片 OK終於來到CPU跑分的部分 這顆R57600X依舊保持著6核心12執行序 接下來的跑分我都會以PBOAUTO的狀態來進行測試 並放上同為6核心12執行序的i5-12500分數來做對照 在Cinebench R23的部分 R57600X的單核心分數為1946分 多核心為14971分 相比i5-12500大約都有10%左右的差距 那甚至和i5-1260K相比 單核心的分數都還是贏的 3DMark CPU Profile最大執行序是7197分 一執行序的話是1096分 對比i5-12500來說也都是勝出 應用測試的部分 V-Ray Benchmark分數是11499分 7-Zip測試中夾縮的話是102-1005IPS 壓縮的話則是87961IPS 整體的話是95033IPS Jestream 2的分數則為275分 就性能表現來看 相比同為6核心12執行序的i5-12500 7600X的表現確實算是蠻不錯的 這時候應該會有小部分的人說 欸價格差那麼多性能當然贏啊 要這麼說也是沒錯啦 算是對一半吧 應該說就是因為贏那麼多 所以價格才敢賣那麼貴 通常大部分的廠商應該都是 欸啊我這個性能怎麼樣 賣多少錢好了 可能只有老黃是 啊我好像沒有賣多少錢的產品欸 切一刀來補這個價位帶好了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MD7000系列偏貴 那我也只能跟你說 阿薩斯龍魚 真的好強 順帶提一下PBO這個東西好了 它的全名叫做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r 並不是MD的什麼新技術 好幾代以前就有了 PBO的策略其實就是它會自動的幫你 在CPU95度的溫度牆之內 然後盡可能的把它的頻率拉高 而且說真的拉的還蠻好的 因此一般玩家其實幾乎已經沒有什麼手動超頻的必要性了 像這次測試我是使用NZXT的Z73 RGB 算是頂級的水冷 應該是真的有榨乾這顆R57600X的性能了吧 所以說以後配單如果看到有人R5配上360水冷 不要笑它它只是有錢而已 上一代的R5 5600X可以說是遊戲的CP值神U 但這顆R57600X單核性能又有提升 理論上遊戲的表現應該會更強才對 那你問我R57600X值得買嗎? 值得但不是現在 這一代的AMD性能提升程度 說真的有點對不起它外觀的變化 與Intel的12代相比 售價上幾乎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競爭力 而且13代馬上就要推出了 估計AMD會採取一貫的降價策略應戰 那如果你是急需換電腦 然後等不及13代的朋友 也是可以考慮AMD啦 畢竟AMD還有一個優良的傳統 就是它的主機板可以用上好幾代 加上現在的X670其實就已經支援DDR5還有PCIe 5.0了 而且像是今天推薦的這三張主機板 其實料都堆得相當豐富 現在換AMD中間等級的CPU 然後等到8000或是9000系列的時候 再單升級CPU 感覺也是可以考慮的選擇之一 BUT 如果你現在是想要組高CP值的主機的話 請選Intel的第12代 等13代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根據經驗 12代相對第11代都已經有這麼大的提升了 加上AMD這次確實是有點不夠給力 同價位的i5-12600K 甚至在大多數的場景都還能贏R5-7600X 所以Intel 13代的性價比 我覺得也很難提升了吧 不過拜託Intel請用力打點我 而且第12代還有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支援DDR4 唉...電腦行業不知道什麼時候淪落到連支援上一代都變成最大的好處了 所以急需買電腦的朋友 就看看你是想要一兩年後升級 還是追求現在的高CP值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覺得我們這次的介紹如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你對於AMD7000系列的看法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